北京时间8月26日凌晨4点15分西甲联赛迎来一场焦点战巴拉多利德在主场索里利亚迎战位免冠军巴塞罗那 巴萨将去往本赛季首个科场本赛季升班马巴拉多利德的任务就是保级球队战术是以防守反击为主不追求控球率强调身体对抗重视定位球是那种最难对付的密集防守的球队巴拉多利德最近对巴萨的战绩一胜四负值得一提的是17年巴拉多利德曾经1比0战胜加泰罗尼亚豪门 巴拉多利德1516赛季在西野联赛中位居第七名无缘升级附加赛 这是巴拉多利德时隔四年重返西甲主教练塞尔吉奥刚萨雷斯2018年4月10日被任命为球队主帅6月16日成功带领球队升级 首轮巴拉多利德克场0比0逼平了赫罗纳赫罗纳全场狂轰烂炸13脚射门仍然没有攻破克对球门 升巴马全场一共有两脚射门且都是在禁区外其中一脚是定位球但是强断却有27次以此来讲升巴马防守是有独到之处 巴萨虽然第一轮取胜但也仅仅是靠梅西超神带队才取得胜利上半场中场缺少灵性又后卫塞梅多跟全队的节奏 还是不在一个点上幸亏调整及时才全身而退外界对巴尔雷德不是很满意 新人融入的速度跟苏亚雷斯的状态调整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巴萨罗奈是西甲身价最高也是平均身价最高的球队 平均身价达到了4827万而升巴马全队的身价加起来是2890万不到巴萨球员的平均身价 身价最高的是身价800万欧元不能上场的土耳其前锋于纳尔 按身价而言两队实力相差悬殊 左路跟中路是升巴马主攻方向 左后卫那小马丁内斯是上场表现最好的球员 也是主攻方向 喜欢长船 体能充沛 升巴马门江马西普是巴萨出品 15岁加蒙拉马西亚 巴萨右后卫现在仍然没有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巴拉多利德有可能在右路有意想不到的表现 不过由于技术能力有限 大部分射门都集中在进区外的远射以及定位球 犯规多 踢法简单粗暴 巴萨上赛季阵地战 破铁筒阵一直不是很擅长 总是凭借球员的灵光一线解决问题 以至于欧冠面对更强的对手时候无所适从 被公认的大礼包罗马完成了大逆转 巴萨北赛季想要不重蹈覆辙 破铁筒阵必须要拿出来更好的解决办法 对阵巴拉多利德是一个检验的机会 中场现在仍然没有确认主力打法 本赛季巴萨的演员工作 可以说做得十分出色 来的基本上都算是胜利军 与此同时基本上处理了球队容员 如果在把拉菲尼亚帕克两个人情理出去 引记拉比奥的话 这赛季巴萨的演员能打100分 阿图尔身体壮 技术好 本场比赛发挥空间很大 也许它就是巴萨中场的解决方案 这场比赛巴萨的目标不仅仅是取胜 还要检验新人 磨合阵容 确认踢法战术 巴尔维德重大在肩 预测阵型于首发 巴拉多利德 4231首发 马西普纳乔马丁内斯卡列罗 奥利瓦斯莫亚诺阿尔卡拉斯 费尔兰德斯托尼 李利亚阿努阿尔科克维尔德巴萨 433首发 特尔施特根阿尔巴 乌姆地地皮克罗贝 托布斯克斯拉基地奇 阿图尔库地尼奥 登贝莱苏亚雷斯梅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30年7月1日 431年7月1日 阿尔巴尔 入口 达 230年7月1日 感谢观看